他曾在蒋中正、严家干、蒋经国和李登辉四位总统任内 三次以政治犯身份入狱 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 施明德累计坐牢时间近26年 因其建议不屈和对民主的贡献 被誉为台湾的曼德拉 施明德于1924年出生于日治台湾高雄州高雄市 经高雄市延城区一带的大人路十家医院建筑宅 他的父亲施过嘴 1884到1952年是一名全科的中医师 尤其擅长接骨 并于日治时代担任汉衣执照的主考官 施阔嘴16岁时结婚 首任妻子生育三个男孩 但皆夭折 仅五个女儿存活 面对家族两代单传的压力 施阔嘴在中医接骨事业有成后 于49岁时再聚陈英 陈英是延城地区文明的美人 与施阔嘴相差29岁 两人育有五子一女 其中施明德排行第四 他的三位哥哥分别是施明正 施明和施明雄 其余两位兄弟则是施明姓和施明珠 施明德 台湾政治家与人权捍卫者 于1979年12月10日 美丽岛事件中担任总指挥 他曾在蒋中正 严家干 蒋经国和李登辉四位总统任内 三次以政治犯身份入狱 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 施明德累计坐牢时间近26年 因其建议不屈和对民主的贡献 被誉为台湾的曼德拉 1993年至2002年间 他担任立法委员 并于1993年至1996年间担任民主进步党主席 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 他选择退党 2006年 于陈水扁家庭秘障案爆发之际 他发动了著名的红山军运动 百万人民倒北运动 并担任该运动的总指挥 2024年1月15日 施明德因肝癌病史 享受83岁 施明德的成长过程 正值台湾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 他的政治意识在年轻时即开始萌芽 尤其是在亲身经历 及目睹台湾民主运动的种种挑战和牺牲后 他参与美丽岛事件 这是一场争取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抗议活动 该事件最终导致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然而 施明德也因此成为政府眼中的意见分子 多次遭到逮捕和监禁 在狱中 施明德不仅坚持自己的信念 还透过阅读和自学 深化了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 他的坚韧不拔和牺牲精神 成为许多台湾人民权力斗争的象征 出狱后 施明德积极参与台湾的政治改革 推动民主进程 施明德在民主进步党的领导下 参与了多项立法和政策改革 努力推动台湾从威权统治走向民主自由 他尤其关注社会公益和平等权力 倡导保护少数群体和改善社会福利 1979年美丽岛事件 施明德在此事件中担任总指挥 这是一起重要的政治审判 标志住台湾民主运动的一个关键时刻 当时 台湾仍处于严峻的戒严时期 政治活动受到严格限制 1979年12月10日 施明德与其他民主运动人士 筹备了一场名为人权日游行的活动 旨在促进人权和民主自由 然而在活动当天 这场和平游行迅速演变成与警察和政府军队之间的冲突 政府以叛乱为由 逮捕了施明德与其他多名运动领袖和参与者 施明德在审判中被控有多项罪名 包括意图推翻政府 这次审判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被视为台湾政府对于异议人士的镇压行动 施明德及其他被告在审判中展现出坚定的民主信念和勇气 即使面对可能的严厉惩罚 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和诉求 1993年至1996年 施明德在这段期间担任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 对于党的发展和台湾的民主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 施明德致力于加强党内组织和纪律 使民进党成为一个更加成熟 有组织的政党 在他的领导下 民进党进行了一系列组织改革 提高了党的效率和凝聚力 这对于民进党日后能在台湾政坛上扮演更重要角色 奠定了基础 其次 施明德强调民进党的政策 因更加注重社会正义和民主价值 他推动党内政策讨论 寻求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之间取得平衡 并强化党的民主改革和人权保护的政策立场 再者 施明德在任内积极推动党内的民主化 他鼓励党员参与党内决策过程 增加党内透明度 使民进党成为一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政党 最后 施明德的领导也促进了民进党与其他政党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 他积极寻求与不同政治力量的对话与合作 以强化民进党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 1993年至2002年 施明德在此期间担任台湾的立法委员 积极参与立法与政策制定 推动台湾的政治改革 第一 推动政治改革 施明德在立法院内强烈倡导政治透明化和民主化 他致力于推动法律和制度的改革 以确保政治过程的公正性和公开性 减少政治腐败现象 第二 维护人权与法治 作为一名长期奋斗于人权领域的政治家 施明德在立法院内特别关注人权保护和法治建设 他提倡修订或制定相关法律 以加强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并提升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第三 推进社会福利政策 施明德积极参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法案讨论 努力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 包括老年人 身心障碍者 低收入家庭等 第四 促进两岸关系 在两岸关系方面 施明德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和建议 旨在促进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稳定和平发展 最后 参与国际交流 施明德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 提升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能见度 他通过各种平台 为台湾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与合作机会 2000年退党 在陈水扁当选总统后 应对民进党内部政策和方向的不满 施明德选择退出民进党有诸多原因 首先 对党内政策的不同立场 施明德对于民进党在某些政策上的立场感到不满 他认为党内在处理某些关键问题上缺乏明确的方向和坚定的立场 尤其是在两岸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上 其次 对党内民主的看法 施明德对于党内民主进程的发展是有批评态度 他认为党内的决策过程不够透明 并且对于一些高层领导人的作风和政治操作表示不满 第三 对陈水扁政府的看法 陈水扁于2000年当选总统后 施明德对其执政方式和政策选择有所保留 施明德认为陈水扁政府在某些方面偏离了民进党原本的理念和目标 最终 个人政治路线的调整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个人对政治形势的重新评估 施明德选择调整自己的政治路线 退出民进党是他重新定位自己在台湾政治舞台上角色的一部分 2006年 台湾政坛出现重大变故 陈水扁家庭秘障案爆发 施明德因此发动了轰动一时的红山军运动百万人民倒贬运动 并担任该运动的总指挥 这次运动是台湾民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展现了施明德对于政治清廉和民主价值的坚持 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总统陈水扁及其政府的贪污丑闻和施政不满 第一 反对陈水扁政府 红山军运动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时任总统陈水扁应涉及贪污丑闻下台 该运动认为陈水扁及其政府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台湾的民主和法治 并要求政府负起责任 第二 大规模示威活动 施明德利用自己在民主运动中的影响力和人脉 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的示威活动 参与者多穿住红山 象征他们的抗议立场 因而得名红山军 第三 政治影响 红山军运动在台湾社会和政治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它不仅凸显了 公民社会对政治青年的要求 也反映了台湾民众对政府施政的不满和对民主价值的坚持 虽然红山军运动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但它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一方面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展现了民主社会中公民表达不满的权利 另一方面 也有批评指出运动可能导致社会分裂 并对民主制度产生负面影响 施明德作为红山军的领袖和总指挥 他的个人魅力和过去在民主运动中的经历为这场运动增加了影响力 他的领导使得运动能够吸引广泛的参与者 并在媒体和公众中获得了显著的关注 施明德的生平也见证了台湾从威权统治到民主转型的过程 他在日治时期 畜生于高雄 成长于医生家庭 早年接受的是传统与现代教育的混合 他的家庭背景与早年经历 为他日后在政治舞台上的坚持与斗争奠定了基础 2022年1月8日 同时是42年前美丽岛事件后 施明德逃亡26天后被逮捕这天 中华人权协会为表彰施明德对台湾人权运动的贡献 颁发人权终身成就奖 2024年1月15日 施明德于83岁生日当天 因病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台北市长蒋万安 台南市长黄伟哲等人 都对施明德的逝世表达哀悼之意 施明德的一生见证 并参与了台湾政治历史的多次重要转折 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从美丽岛事件到红山军运动 施明德不仅是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见证者 更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他的行动和信念对于台湾的民主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